Hello 大家好 我是Mr.CK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华为Mac 10 Pro 就像我桌子上的这款华为Mac 10 Pro 今天我拿到的是蓝色 马来西亚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金色 两个color罢了 它的盒子外形就是这样 Mac 10 Pro 然后后面有合作的厂商符号 跟一贯华为的这些盒子大同小异 来我们来看一下盒子里有什么 盒子打开过后呢 就会有一台华为手机 我们把主角放一边 然后打开这个盒子 你就会看到有两个partition 一打开一个是放你的 它原装来会给你一个套 然后它还有一本书 说明书 然后保夹卡 然后快充block 耳机还有这个数据线 这个数据线呢 你可以连接到你的电脑 直接做投屏 这个是它的功能 好我们把盒子放一旁 我们现在看主角了 盒子放一旁 现在是主角嘛 主角就是华为Mac 10 Pro 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360度 这一次华为Mac 10 Pro的背后 一样是这个流光的 你可以看 整个流光蓝色 我手上拿的是蓝色 指纹解锁在后方 两个镜头 一个闪光灯 然后这里有华为的logo 然后这个是volume up volume down power button 还有下方是喇叭的部分 还有这个capsi快充 然后这里是信卡槽的部分 信卡槽呢 我们来说它是一个 不能加SD卡的 我们来试一试 打开 它是双卡不能加SD卡的 所以这个可能你购买时 你要考虑到这个点 但是它内存已经有6GB 128了 其实也非常足够了 然后前面有一个镜头 然后16寸的萤幕 来我们现在同步我开 开一个画面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已经同步画面出来了 来同步画面呢 之前 我已经安兔兔跑分了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的分数 在安兔兔跑分来说是多少 我之前已经跑了有17000 17326的分数 然后它的配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华为码信号 安卓8了 已经是旗舰手机里面 算是蛮新的了 然后分辨率是1080x2160的高清的 然后RAM是6GB RAM是128GB 然后CPU是用Kiri自己 华为自己研发的Processor970 然后GB优先染器是马里G72 所以玩Game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后值呢 是双镜头一个20一个12 然后是1.6大光纤的 电量也有4000 然后EMUI已经跑到8了 这一次 所以这个配置 我基本上有写在上方 它有在跑码灯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看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整台机的外形 这次它有加强了什么呢 据官方数据统计 它是加强了这一个 在图片上面的AI处理 就是它针对一些 你拍食物或者是你拍人物 它都会比较AI智能的处理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这个这样子拍是蛮轻的 我们也感觉不太粗 所以我来试一下前置 前置也是蛮轻的 你可以看到画面 它可以有一个人像模式开启 人像模式关了 你可以看到 我的人后方都是模糊的 模糊的 人像模式开启 关闭开启 好我们现在来试前面 前面也是非常的轻 一样我们来拍这个滑鼠好了 有人像模式开启 但是它不是人 可以开这个光纤 1.6的大光纤 所以你拍事物会更加的轻 然后加上它对于一些你拍摄的事物 会更加的AI 这就是这次华为所强打的AI技术 然后它里面的系统也是非常的智能的 所以这台系呢 在马来西亚的售价 基本上价格是跑到3,099 3,099 3,099 你就可以有了这个6Gitran Kiri 970 然后4000电量的华为Mac 10 Pro 华为的旗舰机之王 以现阶段来说 所以我最后的介绍呢 我大概360度给你拍 给你看一下 很多人要看它360度增机 18 这个应该叫做6寸的 Armorless screen 1080x2160的Armorless screen 所以萤幕非常有趣 而且它支援的快充非常快 5分钟上9% 5分钟就可以上9%的电量了 充满应该是1个小时35分钟 官方数据是这么说 1小时35分钟 所以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是Mr.C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阅我YouTube Channel Mr.CK 还有我的Facebook主页 TheVosel Live Channel 记得去点赞 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的影片和介绍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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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